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來迎接2024了 我想观众朋友看完我们今天节目之后 应该就跑去一起跨年了吧 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这个岁末的台北股市场 大家感觉到也是烟火 好美丽 这一股美丽的烟火灿烂 会继续延续到2024年吗 那么岁末看到这一波的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的 这个AIPC是涨翻天了 接下来会如何继续发威呢 还可以再追吗 那么AI相关题材 会不会轮回这个伺服器 记忆体还是手机呢 那么另外很多人说 哇 涨那么多不太敢追 我们也讨论过很多的 包括电动车概念股 这些位置比较低的 有机会翻倍转吗 2024年的投资目标怎么设定 马上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介绍我们今天现场来宾 这边是101的观赏区 万宝周刊总编辑 中总编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们趋势大师 中国中欢迎国中哥 清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资深财经媒体人 慧珠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私房景点区 我们科技顾问专顾问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们航运程来 CEO蔡正翰欢迎蔡总 清姨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 台北股市 今年可以说是 峰回露传的一年 没有想到在封关的时候 持续在创新高当中 那么2024元月行情 当然是继续我们要来期待的 那么现在看到 包括外资投信 在买股票挂年 他们都敢挂年了 当然一般投资是否继续跟着跟进 那么新台币占上30字投入 下一季会看到二字投信 现在被继续强升 那么10月景气已经转成黄蓝灯 脱离了蓝色忧郁区 那么资金追逐高价股 再出现13千金 散户也进场 融资予已经来到10月中的新高了 感觉就是气势如虹 烟火不断灿烂的释放当中 我们先为现场来宾 马上就问圆月行情 有没有机会就是创台北股市新高 超越18619 有没有可能 取牌yes or no 请取牌 这边 三票是yes 只有郭忠哥说不可能 这边是在观望当中 郑贤你先说yes 我觉得上个礼拜 我就提醒大家了 我觉得反转点的话 可能会在选后 在圆月选前 我觉得市场还是很做多的 选前就会创高了 我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不敢说它什么时候要跌 但是我只问大家一个 你要靠谁跌 我今天不要说你要靠谁跌 你要为什么跌 我反过来你要靠谁跌 你说指数要跌 你是要现在觉得连电要跌 还是连发科要跌 连发科要跌破一天 还是台积电要跌 那这些人都不要跌了 请问指数为什么要跌 就是指数不会跌 但是小型股又一直跌上去 然后指数轮流涨 连发科同980又上去了 然后连电低基提 又补涨了一根上去 所以我说 我现在不知道 哪个全职股要跌 你怎么会觉得指数要跌 那等到圆月 台积电准备开完法说以后 我就知道谁要跌 OK 所以现在找不到下跌的理由 所以指数就是往上走了 18619很快就看到了 马上来看郭忠哥 你今天是唯一坚定局 No 不会看到 你是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看到的担心的地方 因为现在台股沿着月线走 你说这边其实蛮关键的 确实它是沿着月线走 因为这波市场上的超盘者 就是沿着月线走 我在这边的想法是 比较简单的想法是说 教大家一个观察 这个大盘指数的看法 大概17500 就是大概台币是 如果在31块半 然后来到18000点左右 差不多台币就是30.5 就差不多 五毛钱就是500点 应该算 如果要过这18500的话 台币就要过30块 但如果18619 就是要过30块 要来29块多 我认为短时间 短时间从10月底的32块多 一口气要来到29块多 这差不多快一成左右 新台币不是股票 是新台币 你看如果跌一成的话 出口竞争力 就差很多 所以我这边还提到说 台股在这波当中是 雅股当中创新高 但我们知道台股创新高当中 这一波 之前最强势就是上跪股 之前也提到过上跪 但是我们要发现 上跪这一波来讲 它没有创新高 它没有再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在两年前那边有套牢量 我们看一下如果这样子 这波上跪没有创新高 表示上市价创新高 是特别的原因 当然这是特别的原因 来自于说新台币的部分 我们看新台币在这段时间 一直大概到30.6 这附近了 但是我们发现临近的国家 寒环 没有在过之前的11月份 那时候的高点 日币在礼拜四的时候 勉强才过当时11月份的位置 换句话说我认为说 现阶段这个位置的整个台币 它比较像热钱来得快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再去得快一点 所以我认为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量能收敛 个股表现轮动会快速 我觉得来讲 未来可能就是要去观察 这些个股的一个所谓的资金 因为如果按照市场上 我们讲技术面 第三波就是之前 那时候的量比较大 现在这11 12月份就比较像是 在这一波的主身段的 比较算第五波的部分 所以郭忠哥说 可能元月初要开始落跑了 对 你看 我刚刚有讲的 你看大盘这边 如果台湾是一个 我们讲说两个市场都是一样的话 那这边的上市 创新高 上柜没创新高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讲 暂时一个所谓的 一个假象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来讲 暂时来讲 我这边会暂时比较偏保守一点 OK 好 谢谢郭忠哥 给大家不同的观点 反正这个时候 当然是高点的时候 要做一些风险控管 好 我们就来看 蔡总监 又难得来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一块来看 那么就是要来问一下 到底现在航运的情况如何 因为现在看到 夜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发动攻击 那么商船在鸿海这边遇到袭击 好多的事件发生 那么鸿海是行经 苏伊士运河的必经之路 所以现在看到包括了 这个马斯基 欧洲的这边 还有台湾的货柜三雄 都是紧急停在这鸿海的航道 每次请蔡总来我们节目当中 都觉得好 有一波的这个 一个关键的转折即将发生 你现在怎么看 有这么好吗 其实以我们台湾 亚洲在这个地带来讲 它整个 或许大部分人都知道 海运运输 郡出口 但是真正了解到底 它船的航线是怎么跑的 我们要了解整个市场变化之前 可能先稍微简单的拿补一下 其实正常我们亚洲线 亚洲区包含台湾在这边来讲 我们一个航线 是通常我们航运 整个航线会先到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由在转口 经过下面往下绕 然后经过 所以这些都所谓的红海 就是现在打得最热血 如火如土的地方 经过苏伊士运河的部分 进去以后到整个欧洲地区 这个算是几十年来 所有的航商精算过 最Smart 最精简的一个路线 现在有一个状况是说 现在上面红色是 原本我们既有的路线 我们现在随便抓一个港口 假设我们以青岛港 青岛出发 对 要到欧洲这边来讲 正常它整个航程这样绕下来 大概是要三十五天的航程 但是因为没事 因为这里刚好 原本他们以后在打 打着打着 也不是第一天才打 打着打着 从路上就打到海上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也不小心 又炸到人家的船 刚好炸到的就是 我们全球的一个三大航商之一 所以大家被吓到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稍微讲一下 我们的三大航商 其实包含说CMA 然后马斯基 或MSC来讲 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三家航商 只要他们在国际间 有任何一个动向 然后会影响整个 一个航运市场的运向 因为光是这三个大集团加起来 全球的运量 百分之五十都是他们的 对 所以像当我们第一时间看到 新闻收到说 船被炸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logo 看是哪一家被炸 你看它MSC刷在下 可能就是说 后面一引车 我们都知道可能 整个市场运驾要开始动荡了 现在新的航线 因为它整个战争 还在持续进行中 也没有一个很明朗的话 它现在往下绕 经由南非这样绕下来讲的话 它整个运输的时间从 拉长 对 拉长 绕了一大圈上来才到欧洲 这样时间从原本的一般35天 然后变成到50几天 五六十天 快要一倍了 对 一倍 我们在抓成本的时候 会抓两个重点 第一个时间成本 第二个运输成本 以时间成本来讲的话 会影响到所谓的交期的部分 交期通常来讲 原本假设我35天下个月要到了 刚好我的客人 他收到货 我准备要上家要卖了 现在变成delay要拖了 然后往下拖来讲 我时间成本就 变成交期会来不及 所以变成就会连带 会带动空运 为什么 我来不及来讲 走空运 空运也涨价 对 空运也跟着涨 只是说空运来讲 它可能涨的幅度大概两成到三成 但是如果说以海运来讲 它时间成本增加 它必须要先拿货去补 因为有合约在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油料成本 在整个航线 不管是它的距离公里数 还有英里数 还有就是说它的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用简单数学来算 它的平均油料路线的成本 多了20% 那我们油料成本 简单算也是多20% 但在这20%来讲的话 船公司他们其实航商就很简单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没人做 反正我实打的时候 我成本就是那么高 而且不要说 这个时候航商都不用讨论 我成本就是那么高 我一定是往上加上去 可是如果到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来了 就是说 正常我们的运输成本 油料成本 在转 增加20%到30% 可是为什么 整个目前市场上 我们看到的运价 就是两倍三倍在涨 而不是20% 30% 所以在中间 我们有做稍微简单的去探讨 就是说 第一个 它整个可能跟之前来讲 跟去年前几年疫情 其实有一个 我们讲的效应 有一个蝴蝶效应有关系 那为什么 因为在之前 因为疫情那几年下来来讲 大家都还有阴霾在 被吓到了 本来都 可以做准备 都做准备 所以大家有事先涨来 先涨 先抢柜子来说 帮他说来不及交期 不管我先抢 常会再抢 所以变成就开始有一个 寒假的一个状况 然后越跌越高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特别去调了一个资料 可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可能跟我们最直接 最容易有关系的 其实我台湾其实每年进出口量 都大概维持一个基准 我如果以110年跟109年来看的话 我们就看 第一个我们看到欧洲 在我们台湾整个出口的比例来讲 只有8%好像没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去研究 它很容易被误解 为什么呢 台湾另外一个出口最大反而在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 我们台湾的产品 不管在成本面 或是各方面的条件来讲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诱因说 中国会变成是我们最终的一个 一个消费市场 所以代表我们这些货 到底去这里干嘛的 架工再出口 所以台商几乎所有货 一大半都要出口 中国再转出口 所以如果说按照 按照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直接出到欧洲 就有8%的影响 8%但是因为这里面可能涵盖 也是要去欧洲的 但这个是台湾的数据 没办法通讯 间接上 所以我们预估可能double 大概大概15到16%这样子 OK 好 15到16%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 包括我刚刚讲运价高 在海运跟空运上都被拉高了 空运价也拉高了一波 好 这个时候来看 到底你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现象 还是就是被市场炒高的现象 差不多要泡沫了 我个人认为来到 其实它可能会有泡沫的 机会会比较大 这个如果说一定要疫情 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 一个是因为战争 一个疫情 但疫情期间的话 它的涨价 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底层的原因 在疫情期间 它涨价是因为说 供不应求 我需要那么大的货归量 但是市场上没有 没办法开 所以我需求很大 我货就那么多 很有道理 讲得很有道理 有道理 好像也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归这一次来讲 因为数据市运河的问题 它是实打实 真正成本上一个往上拉 如果我的真实成本 就已经被跌那么高 也是涨价 可是这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 如果说我以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讲 我买股票 我买了以后 它涨价我可能年底的时候 看这个公司的盈利获利会 对不对 我可能是中长期 我要赚点那个 看配股配 或是配息配多少 可能在之前疫情期间 那一次的涨价来讲 财报都很漂亮 所以大家 配息的分红利都分得很好 但这次不太一样 我会认为说 它因为是它的成本 是被死打死 就是被跌那么高 所以当 我看起来 我的营收很漂亮 但是我当我财报一个 成本也增加很多 对 反而是我成本的变多 我成本变很高 但是我实际上获得的获利 没有那么多 这个时候显示 那我反过来算是说 我的投包率就没那么高 那我投包率都没那么高 那我就想下船 对 所以整个运输的市场来讲 我们来看到是说 你觉得这一次的获利 也差很多就对了 差很多 当然是说 现在涨价来讲 我们的营收也变多 但是整个获利真的是 完全没有增加 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你感觉是如梦泡营的感觉 对 像梦一样 像梦一样 所以目前航运界的整个现况 帮我们总结一下 航运界整个现况就是说 因为怎么讲 因为涨价的关系 所以当然是说 船公司或是航商的立场 他不会希望这个崩盘 但是前面来讲 我们也有听到 可能有些新船要下海下水 但新船下海下水 同时来讲代表 有些旧船 有被回收可能拆掉或干嘛的 所以整体的运能来讲 运输量才是没有起来 但是货柜的空间 仓位的量却增加了 其实我们认为说 所以攻击还是大于需求 攻击量还是远远大于需求量 所以后面可能又整个价格 可能很快的 可能就有可能会再走下坡 所以我们目前这样子在评估 OK 所以价格只是一时地上涨 像泡泡一样 OK 这一阵大家的操作就是 真的熟起来又快 而且很多你没有想象的股票 今年很多大牛股变成大标国 老字号的这一些产业面 还有股价面都华力转升 可以继续再追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一幕年中台北股市 又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惊奇 很多人说想都没有想到 老字号的公司 竟然可以突然涨这么猛 我们看到这礼拜 宏基就涨了50%以上 华硕涨了快30% 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很多 AI PC的题材 我们之前也报道了很多 介绍了很多 之前我们一块来看 这个时间点股价如此的喷发 是不是拐点已经来到 2020年可以继续操作吗 很多人问我说到底IP在涨什么 不是 到底开卖的卖的怎么好 都不用 就看它就好了 大家都涨多 英特尔也还好 英特尔从32块涨到51块 你们知道它一定会涨多少吗 英特尔涨了六成 所以你还会觉得 宏基涨五成多吗 你还会觉得华硕涨三成多吗 英特尔就是PZ跟NB的指标 就像当年 为什么大家觉得广达它们涨不多 因为辉达涨了四倍 所以广达尾床我们涨了三倍 现在英特尔涨了六成 当然就要看双A表现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不会突然涨双A 原因就是英特尔这个巨人 想要大象跳舞了 OK 是因为英特尔的关系 继续来看 我不是就要问 这时候AIP这个概念会涨到什么时候 投资人适合继续追吗 我先讲两件事就好了 什么时候还会跌 请问广达跟伟创哪时候 你这样讲 你这样回想 一样吗 那时候又差不多了 差不多 什么时候 他看到哪两个散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他不涨了 第一个就是 当每一个都可以算出他的获利的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 当元大凯基所有的人都开始算出 红基的EPS的时候 那就把这市场过了 那就差不多了 记得不用看基本面 不用看基本面 因为他们的高减都不之前 所以就之前 广达尾串都放满就对了 那时候每个都开始出报告 说你他们好他们棒 他们极其挂挂架 然后目标架出来的时候就说到了 那个时候那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跑了 原因大家都建筑在梦里面 所以我说这两个的高档不需要看到 这个真的有获利出来 就比到AI伺服器就好了 就差不多现在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找去卖场 看到遍地都是AIPT的时候 他们也就见高点了 所以我就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股票都在怀疑东旭党 在涨身中落幕 现在大家还在怀疑 但大家都在涨身的时候 就是它落幕的时候了 OK 大家都觉得 就是要进去买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那会不会大风税人流转 会不会行情又回到了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广达跟伟创 广达跟伟创 我们先讲的 在现在我就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 广达跟伟创要干嘛 要NVIDIA涨才会涨 那NVIDIA怎么会涨 现在不会涨 因为你看 美国不像我们要天天开法说 美国只有一件事会决定 就是它公布财报的时候 所以我大直接跟你们讲 广达跟伟创怎么都会涨 NVIDIA下公布第十季财报的时候 他们就会涨 因为你就会发现 COAX的大量产出之后 果然带动这些人上涨 大概什么时候 一月多的时候 那时候就准备 他们就会开始公布营收 然后大家说 我就觉得就会起来了 资金就是这样 资金就是可以先布局 很多东西就先布局 先布局叫讲好听 例如说 我也告诉你广达200 广达200大家都不会赔 但是事实上 你200报我混了这么久 你甘愿 尾创90块 大家也都没有赔 事实上你报尾创 报了两个月 你会甘心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股票 我直接讲这个理由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等 你等它 因为它已经跌很久了 你等它第一根红棒 穿越所有军线的时候 再去追 就好了 现在是大家都赚钱 是在比速度 不是在比谁没赔 所以广达跟韦翔中 很简单 连续长虹 投信进去买的时候 你就跟着进去追 现在比效率了 长虹赚了 现在不要比没赔 现在要比的是赚钱的速度 OK 比赚的快 华硕这些就放掉了 对 我说这个速度最快的时候 已经被人赚走了 不要再想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另外的题材 技术面来看 还有哪些可以接用的 简单来讲 AI伺服器跟一般伺服器 不是只有差AI 报价差了十倍 AIPC跟没有AI有没有差 当然有 没有 都没有吗 我们刚刚不是给你看了吗 AIP NB多少钱 39,500 39,500 比电竞的NB还便宜 所以实际上 所以加这个没差 所以实际上 所有的规格都一样 所以为什么AI伺服器可以长这些金像电 可以长这些零组件 因为这些零组件的报价都上升了 可是AIMB跟没有AIMB只有差一件事 就差1 1 朱姐最先提醒我们 DDR5 就只有差DDR5 除了这个以外 都没有差 所以我们选股要从有差的地方 选有没有差DDR5 DDR5 可以干嘛 DDR5大家已经想到记忆体 但是我们不是记忆体的王者 所以唯一跟记忆体有 实际相关的就是AIP AIP 就是记忆体的相关IP 那紧接的是什么 记忆体版 因为DDR5的记忆体版的规格 也会有改变 台湾有两个记忆体版公司 一个是最大的叫见底 这是最大的 第二个叫比重最大 它不是营收最大 可是它是比重最大 它叫晋国 这些年它前赴泰国以后 它的获利是从富正大赚 这个公司的股价在镜子附近 也是可以留意的记忆体版 那紧接着DDR5 记忆体以外 它还有新增的东西 这也提过 第一它必须要多加一个电源管理AC 这是DDR5没有的 DDR5 它在外面要多加一个地域管理IC 那是谁呢 6138的冒打 下面如果你放投信的话 你就发现投信一直买 为什么 投信最喜欢买什么 性规格 另外一个也是 朱姐姐帮我们锁定的 U群 所以我说 AI跟AIPC只差DDR5 所以你如果要选零组件 你就完全从DDR5 这个东西开始扩散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谢谢曾贤 看我们节目就是会赚钱 我们这些股票都持续在介绍过 郭忠祐我们可以来看 今天要帮大家找的是 三滴一高的好公司 我觉得大盘指数 来到点数位置确实算高 但是市场上的钱真的很多 钱没地方去 放银行定存又划不来 所以我大概有 认为要有低本益比 低乖离 低乖离就是不能涨太多 然后有中低价位 要中低价位 未接低 我相信到选举之前的话 2000块 3000块 我想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保留一点 我觉得来讲 目前我们大概看一看 有哪些公司 包括像 和硕 安晴 士和 神机 长龙钢 杨博 长龙航太 这些公司大致上 1PS去年来讲 大概可以赚到半个资本额 今年前三季我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除了这家公司 是稍微小步衰退 其他来讲大致上都4块多了 换句话说 今年应该也可以赚到 半个资本额 他们过去配的股利 都差不多有将近有4块 到5块 依照我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家这些公司 今年应该是有机会 股息殖利率 有5%以上 换言之我认为说 如果大盘来到高档位置的话 这些高股息殖利率的公司 它是会有机会去成为市场上 资金的parking地方 OK 好 这个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做法 对 我觉得来讲市场上 想要攻一下 我认为AIPC会在涨 但是接下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些 还是要适当做一个换手整理动作 那我认为市场换手整理动作 我想先从一个几个角度来做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用一个叫做 谁贵谁便宜的角度来做说明 我们先看这一波 比较市场上最强的三个 红基 人保跟华硕 这一波之所以这么强 最主要来自于 原因在这一块 它的外资包括 红基持有41% 人保持有46% 华硕持有57% 换句话说 大多数的股票 全部都在外资的手上 所以这一波你会发现 外资买个几百亿 坦白讲没什么卖押 股票都在自己手上 所以自己做账自己买 相对的是安全多 好 那我们再回到来看 叫EPS的股票 我没有用本益比的角度是因为 我通常会考虑到股利 所以我用一个叫做成本EPS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简单来讲 像红基1块3 像54块左右 也就是说我要赚它1块钱 我要付出41块7 人保是1.35 它大概将近要29.8 华硕16.16 然后它大概 我要赚它1块钱 我要付出30块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我会选华硕 在这几个当中 它是相对是比较低 我只要用30块钱 大概每一块钱 只要花30块钱 我就可以持有华硕 更何况它的前三进行率 它是比较高 因为我要去注意到 新台币这一波的杀伤率 会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要抓毛利率 比较高的 那你来看一下 我就从另外一家伪创来讲 我现在认为说 AIPC 跟上前一波的AI公式 那接下来要留意AI族群 好 为什么 各位要发现 留意下面这一方 对 就是有 我们像伪创好了 对 伪创赚2.9 那边赚1.3 那你把它当作 买两张宏基跟一张伪创 这个2.6 2.9 但是这边的两张就108 这边是96块 换句话说 如果这样子 我肯定可回来 买这个已经 整理19的伪创 而且它的毛利率也比较高 我认为宏基 未来还是有机会 但如果双品牌当中 我会选择是华硕 其他来讲我觉得 广达大概28块 所以相对它也是低 现在两腿不是 不沾边的 就是22块3的合硕 我觉得来讲最近的投资 考虑它低乖里 而且刮股是质利率 我觉得来讲 它未来也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部长动作 好 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再把筹码面加进来 那我想合硕我就简单讲 它每年都配股很稳定 就像我们这边所看的 然后它的禁值 目前禁值是72块钱 换句话说它现在80几块钱 坦白讲 这跟股价跟禁值是一样 那童子贤 之前人家问他说 2024年的经济关键是如何 他讲的差不多就回 峰回路转 峰回路转 痞急太来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暗示 但是至少它看起来 目前它的存货的所谓 已经来到新低 那过去第三季跟第四季 它的EPS获利贡献是蛮高的 像第三季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我认为说下一次的第四季公布 获利来讲对它也是有帮助的 另外来讲就是属于 各位看一下 最近的投信 开始在这边做买进的动作 我认为乖离率不是很高 而且底部有打得够久了 相对它的风险是相对比较低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陌生一点 就是工艺电脑的安勤的部分 同样这家公司我认为是说 它的整个毛利也起来了 然后它的EPS也逐渐往上走 去年赚7块9 然后它今年大概目前前段期 赚6块8 很快7块 那这下是做所谓的 我们讲就是说医疗监控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疫情过完之后 护理人有缺 所以它有点透过所谓的监控 帮这个护理人员去看一下 这个病患的状况 那我觉得它讲它的整个鼓励 每年都在做增加 现在它的存货也已经来到近年来的新低 去年的存货将近有33% 现在24% 所以它算是相对的存货降低 毛利也上起来 所以整个有获利 又有所谓的低库存 我认为说近期来讲 可以发现到 投信也开始在这边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说 以现在它的股价也刚刚在这边做起涨 我认为说这个位置来讲 相对对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人来讲 可攻又可守 OK 这个是有 风险控管意识下 可攻可守的公司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郭忠哥 另外来看 这个惠珠今天一声红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会冲18619 很开心 所以你是比较积极派的 这时候来看 你2024的选股方向怎么走 对 因为我们明天开始就是2024年了 2024年我觉得 刚才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要focus在 会有什么样热门的一个主题 我是认为 其实你从股价的表现 可以一夜至秋 最近美股的AMD 它市场表现的是比NVIDIA要强 最近它上涨了20% 那为什么 因为它在12月发表的MI300 这个MI300是要针对 NVIDIA的H100来做竞争 然后再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宏基在两个礼拜里头它上涨了5成 我记得因为它到我们学校来做演讲 那时候股价才35块 就涨了一下涨了2成 所以演讲二人真听 对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 我们一月中有介绍做的 因为它主要是反映AIPC 可是AIPC 最近已经涨很多 那AI伺服器就很 很很很很 相对来讲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冷板凳做久了 注意一下1月9号的 1月9号的那个 美国四夜展的那个拐点 那再来就是说 第三个题材就是Wi-Fi 7 因为Wi-Fi 7就是 它是今年的滲透率才非常低 才不到1% 那明年开始 因为一开始的这个 Samsung的新机 开始它会导入Wi-Fi 7 那Samsung一导入它 苹果可能也会跟进 所以我觉得Wi-Fi 7 应该是 明年一整年的一个题材 OK 好 所以从这三个方向来看 但你觉得AIPC 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可能要换手了 对 那我记得这个AMD 就是在12月 舒志峰那个时候 他在公布这个MI300的时候 他背后有一张这个投影片 那个投影片就是写说 这个复合成长率是7成 你想想看 目前为止有哪一个产业 可以像这个 AI晶片成长率这么高 成长率7成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做老大 他只要把老二的角色扮演好 就赚翻了 然后这一个主要是在比较 AMD MI300跟H100 那其实这个 这个有点太艰深了 所以比较起来 谁比较有亮点 主要就是说 他就是他性价比较高 因为H100 其实现在又贵 但又难买 所以就给了AMD一些机会 所以就是说 其实AMD 为什么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原因 也是这样 那NVIDIA有一些 想要买AMD相关概念股 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 其实那 因为不管 就是不管是 就是MI300 或是H100 他们都是要用到 这个3D封装 都是要用到这个COAS的产能 那我们看这个COAS的产能 明年的话 就是台积电这边 它会从一个月产1.5万片 到年底的时候 它会到2万片到2.5万片 那这里面里头 NVIDIA大概占45% 那AMD占6% 所以就是说 其实AMD它只要 它在这个市战率的提升 它就会带来一些 不错的一个发展 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看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NVIDIA 有一个MI300 所以你要看说 这两个重叠的供应链有哪一些 你看 所以在这个 基板跟模组里头 有伪创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 就是台光电 它是主要是NVIDIA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股价比较强的 都是AMD的供应链 像这个 比如说最近刚上 千元的这个加折 还有这个建策 它 我们来露营的这一天 它也是股价创新高 还有最近涨得 非常凶的一个翔索 它也是AMD的概念股 所以就是说 选到这两个重叠 其实是不是比较安全的 还没涨的 可能就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你要注意那个拐点 因为现在 伪创跟广达跟技嘉 都是属于同一挂的 那其实最近广达 已经有点春春欲动了 对 所以就说如果 AIPC的资金出来的话 我觉得下一棒 有可能是AI的 伺服器会去接受 OK 你刚刚讲到这个关键 2020年第二周 CES战 这时候当然 所有的基础总都会出来 很多亮点会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抢线布局 对 现在CES战 其实台湾有 96家去参展 然后其中有30%是AI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还是Focus在AI 那我个人认为 也许在AIPC跟AI伺服器的转换的时候 就在CES战 到说CES战 1月9号一出来很多厂商 他们公布他们的产品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有新的话题 因为毕竟AIPC股价已经涨了蛮多的 我们这边来帮打谁 AI这个PC概念股 你会怎么挑 其实我觉得现在 大家目前市场上都在找 这么多 都在找没有涨的 没有涨到会涨的 对 其实这个族群是没有涨的 这个电源供应器里头是没有涨的 那品牌涨过之后 一些零组件也会有表现 像最近麦克风的预态也有开始动了 所以就是说其实 然后像最近像成州 他新日新也动了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个里面 大家可以去找 比较没有涨的 然后现在下来就是 我刚刚讲到Wi-Fi 7 其实Wi-Fi 7 你会发现说 像我朋友他都会追剧 那他现在是打电动的 所以他们每次都会为了 那个Wi-Fi的速度太慢在吵架 因为只要追剧的话 那个看打电动就会Lag Lag就很容易就会被撒死 所以常常我朋友 所以你知道Wi-Fi 就是Wi-Fi的速度的快是很重要 所以Wi-Fi 7 会比现在Wi-Fi 6的速度 大概快差不多快5倍 所以就是说这个未来是一个 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刚刚讲到说 因为三星的旗舰机 在1月发表的时候 它会最新的说法 是这个S24的时候 它会有导入这个Wi-Fi 7 那只要一打它导入的话 iPhone 16就可能会跟进 然后它跟进的话 会让这个AR VR 跟IoT 他们都会开始适用 然后这里面受惠比较大的就是 这些Wi-Fi的晶片里头 其中像联邦科 它最近也占到1000块 然后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其实最大受惠者 是来自于PA 就是功率放大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Wi-Fi 6的时候 它大概只要用到4到7颗 可是到了Wi-Fi 7的时候 要用8到10颗 所以这也等于是 新的一个运用 所以你看像最近文茂 全新跟宏杰科 他们的营收都创造性高 OK 所以PA族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感觉机会很多 现在也会说 2024 有声音说 这一些很热门的股票 涨这么多觉得心惊惊惊 有没有一些 也是很不错趋势的股票 那么低位 今天有机会翻倍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希望财富翻倍 当然要找到一个对的产业 我们这一年讨论很多电动车 我们先请中国一起來看 那么在我们要找尋 这个赚钱方法的时候 中国要跟大家分享 它最新要入手的新车 这些通通买回家就对了 庆宇 自从我来上节目之后 看了财经周末趴 尤其是周日趴之后 就能铺头的数字 多好多个零 就赚了一些钱 有点困扰 你知道为什么困扰 选宾室 就是非常典雅 你看内装这么漂亮 选B&W符合我的特质 这有什么好困扰的 小孩子才做选择 通通买回家 继续要看财经周日趴好了 这是B&W 它们这些共同特点 我就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投资的趋势 各位有没有发现 车子变典雅了 事实上它的主被动安全 非常多 所以这些主被动安全的 像LIDAR EDAS 这都是值得投资的 还有它的座舱变得非常漂亮 所以有什么 LED LED 都跑出来了 然后再来它有Touch OK Touch的IC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电源IC MOSPHET 所以哪些是新的 哪些看得很喜欢 可能就投资机会 是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很困扰 但我最终还是要下手 因为我老一车开很久了 下手 就边看我们节目就边买 边买就对了 就会赚大钱 我们来看一下 汽车产业的趋势 你现在看到哪些 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现在整个汽车产业趋势 首先就是电动化 对 所以几乎油车 油电车 慢慢会没落了 再来分享互动化 分享互动化 各位 这是副作 以后你可以 主驾驶的人 可以把资料 传到这上面之后 跟他分享 他也可以 副作的人 也可以把它上场资料之后 跟主驾驶的人去分享 所以他分享是可以互动的 OK 可以影像化互动的 是 再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座舱非常漂亮 对 它是一个智能化 是非常Smart 的 再来 我们的车 车 未来就更强调什么 主被动安全 因为现在的人 都是比较爱情生命 对 要主被动安全 还有一个特质 特点 就是不管是油车也好 电车也好 现在是共同平台 甚至是不同车厂 共用一个平台 所以避免这样资源浪费 那整个车市 今年上半年 我们一直觉得不好 但也销售了多少 四千多万辆 跟去年比的话 成长了多少 将近快9% 8.5% 那这整个 今年大概有八千多万辆 大家注意 明年汽车产业是成长的 可以又回到九千多万辆 继续成长 但是霸主变了 以前都是谁 美国第一 现在变成哪里 中国第一了 光上半年 它就有1324万辆 第二名是哪里 美国 你看这个落差将近多少 五六百万辆 但买的车的价格不同 对 价格不同 中国车因为便宜 CP值高 第三名 我们跌破眼镜 是来自于哪里 印度 人多人多 对 所以印度是非常值得去开发的 这是整个销售的状况 全球的汽车 刚刚已经讲了 会朝向电动化 对 光今年 电动车的销售收入 大概将近就五千六百 一十三亿美金 到了2028年 将达到多少 九千亿美金 各位 投资的重点就在这里了 所以也就是你要朝着什么 电动化 那你看 这油车 这是PEV的 跟 纯 那个PEV的 你可以发现 这几乎已经 它虽然成长起来了 它几乎已经不会到成长了 到2028年 油车已经瓶颈了 天花板 PEV的 就Plug-in的 你看 纯电动车的话 那不得了 年复合成长率10% 年复合成长率1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那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有整个产业里面 车用电子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首先所谓车用电子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什么 电子控制的部分 那什么叫电子控制呢 跟机械去整合的 属于机电整合的 举例好了 像引擎的动力 机电控制 这都属于电子控制装置 另外有什么 可以独立的 什么像GPS啊 影音啊 这种就是可以独立使用的 那这是一台车的什么 车用电子 做不完啊 从这个安全系统啊 这个抬头显示器啊 儀标板啊 太多太多太多了 倒车雷达啊 蓝牙啊 还有这个动力系统啊 全部都是 看到好多dollar sign 都投资机会 全部都是投资机会 是 那 这么多海里挑生猪怎么挑 好 这个 我们的这个车用电子的这个分类的话 我刚才有讲嘛 车身 对 引擎 动力电子 驾驶资讯 防盗 保全的 懸吊安全 都有 各位 这里面还有分类产品 对 所以你只要在这里面 找到什么 龙头 找每个的龙头 对 就是所谓的标股 龙头就是最标的 最标的 哦 这个你只要找到龙头 那都已经标了吗 有些还没标 有些正在标 OK 当然有些已经标过了 那我们需要问没标的龙头标口 是 我们要找标出来的 那这个 未来这个汽车里面还有防撞 我刚刚制作人 我跟他讲说 我建议他换车 为什么你知道 未来你快被撞的时候 他自动可以把底盘怎样 升起 甚至他会帮你 偏向转向 避免被撞 所以这个将来车是越来越什么 Smart 这是防撞系统 那再来什么 盲区 那什么叫盲区 有开车人就知道 照后进的 左右 从中间开始 这里都是盲区 往往会出 插状的都是在这里 但是先进的车子 它会有盲区 有些只是警示 这好适合我 不会吧 主持人这么聪明 又这么漂亮 应该不需要 再来还有什么 很适合我的朋友们 这个是盲区的 还有什么 自动撒停 快撞到了 对 比如说以前车子只能定速 现在不是 既能定速又可以怎么 跟车 跟车就算了 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 他自动就把你停住 这个也好重要 非常重要 都是安全相关 是 那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LIDAR LIDAR就是走到什么 无人驾驶 半自动驾驶 是非常重要 之前特斯拉为什么 会很多插状 它就是 省缺的这个东西 它就只有什么 靠摄影而已 但是日本车 为什么更安全 它就是有LIDAR 这个就是无人驾驶的时候 所以你看 它一样 它要资料收集 你一定会有ECU 来控制它 再来去执行 这都是未来车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无人驾驶 最终会走上无人驾驶的 各位 重点来了 所以供应链 列出来这么多 对 刚刚主持人一直在问了 那要从里面来找 怎么找 其实你只要把这每一类的 找出来龙头 它就是标股 举例好了 所以这些都是投资重点 全部都是可以投资的 举例好了 CPU 你可以找联发科 感测器 你可以找谁 原下 只要你龙头就对 二级体 你可以找谁 台半 可以找谁 蓬城 那个电晶体 电晶体 你可以找 叫大宗 尼克森 这一类的 找了这完之后 还有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都是标股 MCU 之前的什么 新唐 盛群 全部都是 这个怎么讲 所以把标股列出来 列出来 龙头股列出来 你就可以买第二台冰市 第三台冰市 第三台BMW 第四台BMW 买好买满 这么简单 真的这么简单 就是列出来还没涨的 我待会就会 这些产业链讲完了 我就要跟各位分享 是如何标起来的 好不好 好 重点大家在等听结论 那这个是不是 EDAS的 一样 各位 这个都是 比如说超声波 红外线的EDAS 你只要找到这些 都是很独到的 你只要找到它的龙头 或是只有它做的 那一定就是标股 LIDAR也是 无人驾驶也是 感测器 二极体 这些全部都是 像GPS 没有哪些是我们台湾 特别有竞争力的 特别独家有亮点 像我们现在的电源IC 像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导体 还有我们的二极体 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尤其像联发科 除了高通之外 你可能也没得选择 就只能选联发科 好 重点来了 我今天就举两类 各位 每一个类股都是标股 首先就是谁 并赢 这个我之前9月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很想讲 但是被我们可爱制作人 把我打掉了 后来我们就为之二丸 你知道吗 就从这个火生生 就从这里三十几 就给你跌这一波 挡到破百 再来下来 到112 40亿了 我们现在迎接2024 对 今年大概三块 重点它在这里整理之后 你觉得还有机会 再往上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整理 就是要再往上了 那这个就是定盈 再来谁 我觉得最有机会复制定盈的就是进盈 因为进盈 今年大概也是两三块 但是明年的话 大概就是六块左右 相对对比之下 一个已经八九十快破百了 一个还在五十这边沉 所以一旦他破这个新高之后 他就会继续往上 OK 下一个 就是 那个我们 我们之前有讲过 是 惠珠找我问的 说 为什么你要选这个 他说不准叫他姐 要叫他惠珠 因为他看起来比我年轻 那重点来了 智欣 茂达 刚刚庄总编也有讲 他稍微带一下而已 这个未来不得了 为什么 ADI已经宣布了 明年的二月开始 大概报价统一 提高10到20% 报价提高10到20% 代表什么意思 毛利就是提高10%到10% 所以这个我之前在节目讲 茂达就是活蹦乱跳的 他就有如拖江野兔一样 他就一直往上 那个智欣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十七八块 明年绝对是二十块起跳 甚至更高 那他现在股价来到这里 你看他在这里又空之后 二四级悠空之后 连续两天 今天更高 来到二七零 所以这个我都觉得是 未来是非常好的 智欣 最后就是谁 蓝杰 因为艾浦 刚刚庄总也有提到 艾浦入主之后 未来都是有很好的 发展契机的 OK 所以你的挑选 这三档的话 首选是 首选 活蹦乱跳的茂达 四肢就是什么 智欣 但是来解也不错 只要你买每一档 那就是每一台车 OK 好 谢谢 庄顾问 这个再来 2023年岁末 我们今天感谢所有的来宾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励志 2024年依然是充满了机会 我现在只恨 钱不够多 我们感谢2023年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 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 2024年是做更好的节目内容 期待我们2024财富继续一起变有钱 财富自由心灵也自由 祝福大家一起迎接更好的2024 新年快乐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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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